大家好,我是Gueling V臨時小學校的TIFF 然後先快速跟大家介紹一下小學校要做什麼 就是臨時小學校其實是希望可以把Gueling V十年來的精神經驗轉換為數位公民素養 然後所以我們就會邀請很多的Gueling V社群的貢獻者 然後一起來開發各種課程 那在這種課程開發完之後我們就開始做培育 那培育的最後我們會舉辦一個專案孵化競賽 讓這些有想法想要提案的人有一個舞台 可以來分享自己想解決的問題然後提出的解方 然後我們今年的那個提案已經到了初選公佈的階段了 然後想要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那個初選入委的團隊 然後給他們一個小小曝光的機會 然後今年的提案總共有19組 有12組是22歲以下的學生 包含國高中生還有大學生 所以我覺得是蠻感動的 然後也可以看到現在學生的能量其實蠻強 所以就是我們也很希望可以持續陪伴他們 然後這邊有12組入委的團隊 包含那個法規沖襲分析工具 然後平安走路許認帳戶新人空間改善 他們今天也會有提案 今天沒有了 可是坑主我來現場這樣 然後參考書推薦平台 然後強租剛好就是Rentia 然後是居民畢業長期專案 然後書外流動 然後來品一課 還有CBQ 星河計畫 想要做自學生經驗匯流 然後還有剛剛小喉提的翻轉歷史 用Minecraft學歷史 好 然後還有後面的三組是有一個UniCourse 那個他們想做大學課程的搜尋資料庫 然後還有Metro 他們想要用就是Google擴充的工具來優化就是線上教學 然後再來一個也是就是到達阿學他們想要開始做尋找學伴的專案 然後可以大家給他們一個掌聲 就恭喜他們入圍 然後今天下午 本來我們2點到4點有一場提案優化工作方是給這些團隊可以再跟初選評審有一些對話的機會 然後因為我們發現有一些夥伴其實滿想聽短講的 所以我們就短講是2點到2點半 所以我們優化工作方就往後延到2點半開始 然後基本上因為今天有幾組不會過來 所以我們一樣會4點結束 OK 所以先跟有一些團隊講一下 我們2點半開始 我也會在slag上面發 好 然後也歡迎任何人對那個天安優化工作方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一起在後面就是在那個101會議室參加 好 謝謝大家 好 非常感謝自己的分享 那現在我們下一位請Sam